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4日 禮拜三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美一旦開戰 中方可能沒辦法抵禦美軍或聯軍的空襲 北京一直很自信 說可以先發制人 大舉發射導彈 會令台灣失去抵抗的意志 就能夠速戰速決實施登陸計劃 但如果台灣像以色列一樣 大舉攔截導彈和無人機 戰局就會發生變化 對此 希望之聲記者24日 採訪了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 郁中基將軍 他認為台灣在美國的幫助之下 當然 與以色列有同樣的防禦能力 台灣正在與美國進行採購談判 想構建一個導彈防禦系統 中國的公眾號熱線國際洞察 16號發文表示 這個體系融合了鐵窮 愛國者三 戰二和戰三等多種防空系統 和戰鬥機直接攔截能力 形成了有效的多層防護網 台島防護體系不容小觸 以色列除了面對伊朗的空襲展現出穩定的防空能力之外 又在18號發動有限度的反擊 以色列的地對空導彈至少摧毀了伊朗一個核設施附近的S-300地對空導彈雷達 俞仲基表示 從以色列空站伊朗的經驗來看 如果中共謀言開戰 美軍無論是發射空對地導彈 對中國來說 它原先以為S-300、S-400這樣的防空導彈系統 形成對台灣的高度的軍事壓力 尤其是台灣的所有空域都是在S-300和S-400的攻擊範圍之內 那麼它第一時間就被以色列摧毀了 那麼 同樣的 台灣和美軍之間的空中的這種聯合作戰的能力 我相信也具備像以色列這樣的實力 中共前外長秦剛去年突然失蹤和被免職之後 事件內幕持續發展 有消息說 秦剛和香港鳳凰衛視女主播傅曉田生了一個兒子 去年4月 傅曉田乘坐的專機抵達北京之後 立即被當局帶走 兒子被做了DNA鑑定 證實與秦剛有關 在傅曉田消失一年之後 海外媒體人何貧4月22日在她的頻道節目透露 傅曉田被人撤了陷阱 由美國坐專機回中國 她沒有察覺到任何不妥 甚至在專機降落到北京機場之後 還匆匆忙忙告訴北京的朋友 自己回來了 大家聚會吃飯 見過面之類 她可能在入海關之前被帶走 據說 中共有關部門 還帶走了傅曉田的兒子做DNA鑑定 鑑定結果證實與秦剛有關 中共黨魁習近平震怒之下 就將秦剛撤職 經過一段時間調查 還發現秦剛工作作風 外交方面也有一些問題錯誤 今年2月12日 《華盛頓郵報》刊登資深專欄作家 伊格內收私的一篇文章 據說採訪了一名美國高級政府官員 一位與北京有關係的前官員 還有一名外交官 文章提到秦剛和傅曉田的分愛情 傅曉田通過一名美國代孕媽媽 生了一個兒子 據說 傅曉田可能是英國情報機構的特工 她的間諜活動可能威脅到秦剛 美國前官員說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之前 就曾經警告過中共國家安全部 何頻說 根據目前有限的資訊來看 秦剛在經濟方面的問題 比中共前國防部長李尚福輕得多 因為國防部是中共官員腐敗的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而外交部的財政來源有限 相對來說算是清水衙門 另外秦剛的下落到現在仍然中雪紛紛 近日有自媒體人說 據中共內部可靠消息來源 秦剛確實死了 是在去年7月的時候 中共軍方被間諜氣球事件 火箭軍洩漏機密事件等 搞到焦頭爛額 唯有推卸罪責 乾脆將秦剛和傅曉田的醜事 告訴習近平 救禍秦剛女通愛國 原本是打算找個替死鬼 緩和一下危機 沒想過 認信迫功的時候 沒注意下手的分寸 秦剛就被整死 軍方也嚇傻了 而習近平就啞指食王年 也內軍方不賀 就這樣一直忍到現在 去年12月 美國媒體政治家Politico 通過內部消息人士知道消息之後 將這件事揭露出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中國之前 美國國務院發布了一份最新的人權報告 譴責中共當局仍然在繼續對法輪功學員 新疆維吾爾族人和宗教團體成員實施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 4月22日布林肯就美國國務院發布的 《2023年度各國人權報告》發表了電視說 報告記錄了2023年世界各地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 布林肯在報告的罪言中說 報告記錄了中共持續存在的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例如在新疆 中共當局繼續對維吾爾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團體成員 實施種族滅絕、反人類罪、強迫勞動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報告指出 自從2017年以來 中共在新疆的災教育集中營和監獄拘留超過100萬人 報告特別提到中共犯下的活體摘取器官的罪行 一些活動人士和組織指控政府強摘良心犯的器官 其中包括法輪功學員 等宗教和精神信仰者和新疆的穆斯林被拘留者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採訪了西藏宗教基金會 諸台辦事處代表格桑堅參 他說 雖然中共不會承認 但已經有實例證明 中國的確是有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完全違背人類道德 是個非常嚴重的事件 這個不僅是一個人權的議題 也完全超出正常人的想像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旅日資深評論員張本珍說 報告中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專門提到中共的活摘器官的罪行 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惡 是加拿大的人權律師大衛默塔斯 以及已故的前國會議員大衛喬高 通過專業的研究 專業的調查手段最後得出的結論 中共確實進行了這種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活動 犯下了這樣的罪惡 我們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報告中 波蘭總統到達日前宣布 波蘭已經做好準備 在波蘭本土接收北約的核軍備 為北約部署新的核武器提供相應的場地 這樣引起俄羅斯的機別反彈 同時繼美國國會通過對烏克蘭援助法案之後 英國將會宣布對烏克蘭最大的軍事援助計畫 目前已經有9個國家和烏克蘭達成了雙邊安全合作協議 烏克蘭也開始和美國就雙邊安全協議展開談判 10國聯手抓起防線圍堵俄羅斯擴張 到達說 波蘭和美國之間關於核武共享的討論 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作為北約成員國和烏克蘭支持者 波蘭和俄羅斯加里寧·加勒 以及白俄羅斯有國土接釀 根據北約的核共享計畫 美國有權在沒有擁有核武器的成員 國境內部署核武器 道達透露 波蘭和美國之間關於核武共享的討論 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俄羅斯正在將核武器轉移到白俄 也逐漸將加里寧·加勒軍事化 因此波蘭也做好準備部署核武器 北約現在的戰術核武 應該是B-61型空載式核炸彈 它已經完成第12次升級 每一枚的當量 在0.3000噸至34萬噸之間 可以被特定改裝的北約戰機攜帶 包括龍捲風戰機 F-15E戰機 F-16C戰機 颱風戰機 和F-35戰機 波蘭的決定令俄羅斯相當緊張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 培斯科夫馬上回應說 俄羅斯將會對美國可能 在波蘭部署核武器 採取必要的回應措施 有評論認為 俄羅斯當年作出承諾 烏克蘭才放棄核武器 現在的波蘭人清醒 不會再上俄羅斯的檔 同時 波蘭4月23日 迎接了英國首相新米城的訪問 英國政府宣布 加碼向烏克蘭提供開戰以來 最大的軍事援助 今晚是5億英鎊 大約是6億1,700萬美元 援助資金 將會用於快速提供必要的 彈藥、防空系統 無人機和工程支持 包括額外的風暴支影導彈 400萬發彈藥 1,600多枚攻擊和防空導彈 160部哈士奇巡邏車 78部全地型車和60首船 包括近海突擊艇 剛性突擊艇和潛水艇 以及軍艦火炮 最近烏克蘭軍隊 對克里米亞和塞佛斯托堡成功襲擊 用的就是風暴之影 就在近日 烏克蘭政府正式向外宣布 英國、德國、法國、 丹麥、加拿大、意大利、 荷蘭、芬蘭和拉脫維亞等9個國家 與烏克蘭達成了雙邊安全合作協議 這份協議不僅涵蓋了經濟援助 還包括實質性的軍事合作 甚至可能直接參與戰場行動 在美國國會通過援助烏克蘭法案之後 柴連斯基透露 基庫和華盛頓已經就達成雙邊安全合作協議 開始談判 柴連斯基表示 烏克蘭正在邁向和美國達成重要協議 可能在美國國會通過援助法案之後實現 如果協議完成 將會最終確定美國向烏克蘭武裝部隊 輸送更多遠程導彈的計劃 屆時將會是10個聯手足起防線共同整治俄羅斯 美國援助烏克蘭法案 在眾議院以壓倒勝票數獲得通過 說明美國兩黨對援助烏克蘭問題的高度一致性 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 詹姆斯奧布萊恩 22日在基庫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揭述了烏克蘭勝利之路 一是穩定東部局勢 確保東部穩定非常重要 需要火炮和其他軍事裝備 以及加強防禦 二也是重要的 要確保戰鬥意志依然存在 有人準備好保衛國家 並準備好摧毀俄羅斯火力陣地 三是烏克蘭今年應該在全球地位上 作出兩項重要改變 這將會是烏克蘭獲得勝利的關鍵步驟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華納說 如果參議院能夠在這星期二 完成援助烏克蘭立法 總統星期三簽證 射程3,000公里的陸軍戰術導彈 這個星期便可以進入烏克蘭戰場 華爾街日報22日報導 美國正在起草制裁措施 要將部分中國的銀行 從全球金融體系中剔除 切斷它獲取美元的能力 美國官員希望此舉 能阻止中共對俄羅斯軍工生產的商業支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於24日訪問中國 在布林肯訪華之際 美國再次警告中共 不要向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提供協助 上星期 布林肯在七國集團部長會議之後 批評了中共對俄羅斯國防工業的支持 他說中共是俄羅斯軍事工業的主要支持者 為俄羅斯提供武器裝備的零部件 幫助俄羅斯重建國防工業基礎 隨著烏克蘭戰爭的延續 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根據美國最近的一份評估 中共向俄羅斯出售的機場、微電子和其他技術 近幾個月大幅增加 俄羅斯就利用這些技術生產導彈、坦克、飛機等其他武器 用於對烏克蘭的戰爭 最近幾個月 美國官員對中共發出警告說 美國隨時準備制裁 受理這種軍民兩用貨品貿易的中國金融機構 無幾代之前訪華的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向中共的銀行和出口商發出警告說 中共有權與俄羅斯維持關係 但中共如果提供軍事援助給俄羅斯 參與重大交易的銀行都會面臨美國的制裁 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兩個星期前表示 中共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戰爭的支持 將令美中關係的穩定受到威脅 報導指出 如果外交手段無法說服北京限制向俄羅斯出口 對銀行實施制裁是一種升級的選擇 撤斷中國銀行業、美元交易的影響力 比針對個人和企業的制裁更有效 足以迫使銀行倒閉 所以通常被用作最後的手段 多謝收聽這一節的今天新聞再會